请收看《大家来学艺经》 各位善讯大德 贤士同修 大家好 阿弥陀佛 欢迎收看《大家来学艺经》 我们一定常常听说 三分之一是命 三分之一是打拼 三分之一当然就是风水了 所以几千万年来 就有风水的真理存在 风水就是大自然调和的法则 也是我们大自然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则 若是要有福气 要有道德 一个人若是有道德 就会有福 有福的人自然就会遇到贵人 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 你就会牵引而融入在我们的这些幸福美满当中 所以风水就是非常的重要的 当然我们今天非常高兴来到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维新圣教钢山道场 接受访问的就是我们钢山道场的住持 也是湖内道场的住持 圆礼法师 圆礼法师你好 阿弥陀佛 亚吉贤士阿弥陀佛 各位善士大者贤士同修 阿弥陀佛 我是钢山道场住持 圆礼法师阿弥陀佛 圆礼法师真的要恭喜你 又要开课了 为什么说又要开课了 就是在初级十二班 你现在又要开课 哇 这个教学经验太多了 跟随师父大概多久的时间呢 跟随师父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三十年喔 很不简单的喔 真的 这三十年来 跟随着师父为国修道 为民祈福 功德无量 不过我相信在我们钢山地区的朋友 真的是有福了 只要是道场就在我们家的周遭附近 在我们辖区之内就是一个很大的福报 真的可以消灾化解 可不可以先来告诉大家 你什么时候开课 换我们的电话要怎么打 好 我们电视机前面的各位 显示统究三十四大的阿弥陀佛 我们维新圣教残岐山新闻市 钢山道场 疫情风水学初级十二班 在106年的12月9号礼拜六 晚上7点到10点开课 我们的住址是高雄市 钢山区碧鸣里碧鸣街159号 四楼至六楼 欢迎大家一起来协议军一切平安 顺利与圆满 阿弥陀佛 是 这个地方其实是有很大的目标 那每次我们远离法师都会说说 哦 我们是在保护努作 为什么是这样子说的呢 我们这里是在我们钢山道场前面 我们左前话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台湾的保护总队 保护总队啊 老子的天位啊 所以前面一定要有一个保护 警察总队来保护的老子 对 对对对 前面也有一个钢山国中 是 这是一个好的地方 是 因为好的庙华 老子的天位啊 是 我们也是要有一个副驾 能够将整个华来凸现 转移世间能够补宴 大家能够平安顺利啊 所以他的天位和副驾也是很重要的 是 自然而来就形成了 没错 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 我们的钢山道场老子店是在五楼 对 教室是在四楼 对 所以平常 元旅法师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都是视讯教学嘛 对 所以每个学员真的是太幸福了 对对 我们五楼是王财老子维新圣殿 四楼就是我们的教室 六楼也是我们的教室 是 有时候我们班级上 有时候分别的话 有时候在六楼 有时候在四楼 因为我们目前的学业 越来越多 知道老祖的慈悲 都一起来建议这个庙法 今天也是在这里非常欢迎 大家一起来写这个益经 做人主事可安心啊 大家来写益经 让我们的身体健康心安 是 真的 我们来接老祖师尊的庙法 师父也在开始我们大家学员了 真的呢 学习益经风水呢 其实就是让我们学习心安 心安真的是很重要 所以在这里我要再次的跟各位报告 在我们的岗山道场呢 就是十二月九号 礼拜六的晚上七点到十点要开课了 所以你要赶快把电话抄起来 准备来报名 如果你还没有真正的进入我们益经大学的学修课程呢 师父说这就是儿童学义经 但是呢 欢迎你们大家来学义经 岗山道场的电话 你要赶快把它记起来 就是零七六二一四三八五 零七六二一四三八五 一定要赶快来上课 我们知道就是说上课 为什么我们要说它其实就是接法 我们接法就是要接平安 我们学习法可能比较表面一点 比较没有实际的切入 接法就是完完整整 将王财老祖的妙法接入我们的心中 接入我们在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只要一步一步的话 把法接起来就接平安接顺利 是是 平安跟顺利这实在是非常的重要 不过我们知道就是说 为什么呢 我们鼓励大家来学习义经 才能够平安 我相信这一点一定很多人 还是没有搞清楚这些的状况到底为什么 王财老祖师尊开示 大家来学习经做人处事可安心 大家来学习经身体健康心安 最近我们这两个月有一个三支寺 他是住在高雄桥朵区的房内乡那边 他已经来的是五趟 每一趟都说他家里很多的不幸 尤其是他的大儿子 在公司上班为了开那个最高级 本来他也是开到外面的公司 外面一直不小心把他用撞到的 也是花了好几万块四五万块 本来公司是想说要赔他啦 结果最后还是自己花钱了事啊 心里非常不平衡嘛 再来就是老胡萨他已经七十几岁了 那时候最近这几个月也是一样 骑摩托车他七十几岁 撞到八十几岁啊 七十几撞到八十几啊 然后到警察局 最后也是又赔了大概将近四千块 是是是 那第二儿子也是一样啊 工作也不是很顺畅 也是说脚筋力受伤 左脚脚力受伤嘛 那么我当时就已经跑了将近四五趟 家里很多的不幸啊 尤其是大儿子他的媳妇 有一个观念的问题 跟他的大儿子离婚嘛 阿姨啊每个月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 要让小孩子看他多少费用 造成他很多的烦恼 他还说他每天在炼火 就没有办法解决啊 然后来在钢山道场问世的时候 当然我是了解他家里的运势啊 最后为什么一直 为什么还是 还是那么多的烦恼的事情 最后用意粘挂出来 我说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的祖先的安排 是不是有没有问题啊 祖先是安奉是我儒华 那么结果刮上前出来 就是说地雷户的刮 地雷户就是说印鸟就是一个仇土啦 还是 就是好像来克四窑一样 所以我们去那个利用时间去看 大概是那个四楼嘛 一二三四 第四楼所有的三楼半 就是前面啦 因为他是一般的我们的建筑啊 陶庆他会将近三米像 三米像 刚刚他的神位啊 神位刚刚向着他的那个 让他说老子出外的地方 这个先着两支壁刀过来啊 是 我当时就这个 就是告诉他 就挂上就显示这个 这个就是反目无情啦 是 所以你没有了解 你没有学习 这疫情的时候 疫情风水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了解到 他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如果你只有练阿弥陀佛 那阿弥陀佛不够啊 一定要用疫情风水 才能把他问题找出来 是 所以我们学习疫情啊 真的这个智慧是大无其外 细无其内的智慧 不过我想请问一下原理法师 就像说我们干商道场 来这里学修的这些学员呢 他们在我们的钢山区域呢 大概都有哪一些区域可以 跟大家来报告一下 我们这里钢山的地区的话 有我们钢山啦 那么燕草地区 是 阿弥陀地区 是 陆祖 永安 是 子官 桥头 等等 都可以来这里学习 是是是 所以刚刚原理法师告诉我说 他非常的高兴 也就是说 在礼拜一到礼拜六都有问世的时候 其实这些学员都来自这各个地区呢 就是要 来信众来解疑 而且啦 有很多呢就是因为 家庭本来不平安的 但是进来学修了以后 智慧大开 家庭很平安了 那有些人信众呢 真的就是说 为了信众来做服务 信众也得到平安 都把这些的方向啊 这些的问题 告诉了很多人 也有很多信众来上课的 对 大部分我们的学员 有的就是因为家里的不顺利啦 有的是婚姻 有的失业 有的小孩子等等的问题啦 那么就用意 或者是用我们在去帮他服务以后 改善了 然后赶快来学习 那觉得说真的是很重要啦 人生不是只有赚钱啦 不是只有民意的问题啦 是的 最主要要 欢迎大家来学义经 今天啦就是我们访问岗山道场的住持 袁理法师啊 最主要就是说在12月9号 礼拜六的晚上7点到10点要开课了 所以说如果你想要报名的话 要赶快 电话就是076214385 076214385 欢迎大家来学义经 不过我们知道就是说 最近听说你有一位信仲啊 参加这个高普考70神机呢 不太理想 可是老祖用什么样的智慧 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他 让他呢 还可以呢 在金榜平民啊 对 这是我们 现在目前升上来24届的班长嘛 班长啊 他的女儿 在去年考试后 地方特考 那都没有准备啊 也是考的不是很理想 也是说很用心在练啦 大概差差不多0.5分左右嘛 他的女儿很坚信 对他对公子人也非常的有兴趣 而且很向往 但是我说你要考的时候 你会很辛苦啦 但是你一定要 请送我们的鬼谷仙世天德经 是 还用祈福相案 然后最后帮他粘挂 说你先每天这样念 然后帮他粘挂的时候 他的考试的 他考试的缘分在什么地方 是 结果粘挂出来是在台北市啊 去台北市去补习 然后去台北市考试 是 最后我说你还是来继续的送天德经 他爸爸也是很努力的送天德经 在今年的畏夜成日 沾着挂说他能不能考得上啦 就挂上就是火低劲变成前挂 连续四个父母窑来乡生啦 是 我说应该是没有问题啦 但是你还是要继续努力 是 最后在我们的福内道场 9月21号 福内道场法会开始的时候 他很高兴的 然后考上了 而且是旁锁啦 是哦 所以说他很感谢老子师尊 是 我说这段时间 你一定要有到那个 我们三宝市去求的匹保 就是台中道场 去拜那个军阙一往大帝 你要考上了 你一定要用自恩感恩报恩的心啦 去感谢老子师尊 祝我福上 我相信你的女儿 一后的事业 也会更加的顺利 是 曾如刚刚我们提到了 就是说 其实每一个人都要经过打拼 但是我们也在说 要拼才会贏 这个事当然是应该要做的 可是呢 真正是会拼 会贏这堂拼 就是说刚刚我们的原理法师 提到了那个案例 因为你真的你有真才实学 可是运气真的就是不好 但是经过张卦呢 来提醒说 您的好地方呢 吉方就在台北嘛 去那边补习 在那边考试 你看一考就金榜提名了 所以说我们真的 每一个人要有智慧的 不是努力的打拼 或是忙打拼 其实真的就是 你真的是 事倍功半 应该是这样说嘛 所以说我们来上课 这些学员 就是在我们这里所学到的 意境跟风水呢 会在这两年之内 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最主要在两年的出局班 我们要交给各位占卦 能够了解到 这件事情能不能做 这件事情能不能投资 我们往哪个方向才是正确的 才不会走阴荒路 人生没有多少的阴荒路好走 等下你回头已经百年生了 因为你做错的方向 往不错的方向的时候 你会生于很多的创伤 到时候你的心情 你的压力 你的家庭 跟着在起当不符嘛 这就是造成社会动荡的不安 家里的不安 所以老子很慈悲 大家来协议金 我们做事工作可顺心 哪个方向适合你 你就去做 不适合你 我们就不要嘛 是 我们做人才能够做事工作可顺心 没错 没错 所以在我们的岗山道场 有原理法师呢 亲自来带领大家入门基础的 易经风水 这两年当中入门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呢 就是在12月9号 礼拜六的晚上7点到10点要开课了 报名的电话请你赶快打 07621-4385 07621-4385 不过原理法师 我们师父常常开始说 其实来我们这里上课的这些的学员 事龙工商都有 但是呢 为什么大家来学易经 公司客户无期心呢 这个真实意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有学习易经风水 我们就知道 在上课当中 师父常常开始 有时候是有朋友资源 没有投资资源 是 有时候挂上显信出来 两个是很好 但是有时候就没有柴窑 可能他的家庭的输入所开市 可能他家里的风水有问题 是是是 有的是直接的相课 我们就不要嘛 言封不计足 我们就不用去勉强 是 那上个礼拜就是有一个信众 两位信众 女信众 然后犯了一个诈期的官司 就是因为投资一个事情 结果因为言封不计足 然后倒成双方面 我护告对某公堂 结果就是因为本身的财运不是很好 你直接去的话 就造成受伤嘛 已经从103年打官司 打到现在打了三年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 你如果没有一个用益金 来指点你的方向 用益金了解你的人生的目标的时候 到晚上你就是怕发生冠死 发生一些灾难 再来抱怨 再来对社会对国家来不反的话 就很可惜了啦 有时候真的等事情发生了 无可弥补的时候 真的我们常在说的来不及了 所以说如果你懂得来学习 易经风水妙法 你的智慧就是大无其外 细无其内的智慧 不过我们知道就是说 现在因为在我们台湾 大家都在拼经济的时候 真的你要创业 或者是说我们想要参加公务员的考试 或者是证照的考试 真的还是要用一点智慧 为什么学习易经可以帮助他 他用易经 我们要学习易经 能够我们维系圣教三宝 就是易经风水与宗教 易经就是指点人生的方向 风水的建立亲近的人间的火世界 风水包括我们人的思想 宗教就心理的提升 除了我们平安顺利还有一个方向以外 我们心理的提升与人相聚很重要 一个方向对的我们做事情将来也就很顺利 如果方向不对的话 我们做的事情就不会很顺畅 所以说凡是你要做任何工作 市容工商 你要做一个投资也好 或是往这个工作也好 或是往公务人员也好 要用易才能够事半功倍 不要事倍功半 是的 所以大家来学习经 我们不但可以保护自己 不伤害他人 进一步还可以帮助他人 所以其实说真的可以防患于未然 与其无所生 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 再来做补救 有时候真的是来不及的时候了 不过我想一定很多人会想 我想来上课啊 我也知道电话号码了 譬如说我想来上课 但是我的报名电话我知道 就是076214385 076214385 可是这两年里面呢 我能学到什么呢 最起码我们这两年的时间 按照我们的教育处 按照个人的因缘 最起码会交给各位如何来占谱 是 按我们今年的应试如何 按照我们小孩子的应试如何 甚至我们教我们的生生或是太太 如果身体疾病 我往哪方面去求医啊 是 这个就在我们的疫情的课程可以教 每个我相信 每个医生大医院都是非常好优秀 但是有一些疾病的话 一定要用医 人家这么说就是新生元素人好 是 不过在这里就是奇奇怪怪的病 一定要用医才能够找到他的天医 是 有时候这个不是说两个医院不好 不是 他是因为有一个缘分的问题 还有他的福报的问题 是 这是一个真正人生的方向 是 所以我们常常说 生生元素人好 医生可以读到说都是 专科医生来毕业的 都是有专业的了 可是这个医生到底跟我们缘分在哪里 沾瓜 你就清清楚楚了 不过我们知道每一位学院进了我们中门 最主要就是说 好像每一年呢 我们都会教他们怎么沾流年 今年的运势如何 是不是 对 我们假如说一般老子四孙的开市 每一年的高春 你可以沾说 今年的运势如何 家运如何 你看哪些六亲 父母兄弟子孙七彩官鬼 哪个地方有问题 父母就是长辈 我们的父母亲 或者是文书上有问题 或者是我们子孙上有动 还是来怎么样 就一一的去解析 如果说我们今天有关于投资的话 如果看到我们的劫财行动 我们就要注意哪个地方不要去 哪个业不要去投资 这样就能够离开 不必要得麻烦 以及赔钱的机会 是 虽然我现在要讲的这件事情 我们的老祖师征跟师父 并不鼓励 但是有很多人 在做这种金融理财的时候 尤其在国外 还是有很多人会用张卦 来补说 我今天的进进出出到底怎么样 还是带有人在 但是我们学习异经 最主要是重点放在生活里面 因为学习异经就是 希望你的生活更好 那就是我们学习我们的生活 那学习异经学习了以后 你的生活品味绝对是提升的 所以这两年 学生应该学会张卦 虎役 折日 折日 风水 因为我们最主要还是 我们为什么要折日 折日就是农入大自然 尤其是我们入宅 上粮 安神位 破族等等 一定要把这个方向 一定要按照我们董公折日行为交给大家 不要要趋己避凶 不是像我们的农民历 或者是说其他什么好的日子 因为有时候好日子不是每个人能能可以用 你一定要进来学的时候才知道里面的真实意 有时候好日子是适合你 有时候好日子不是适合你 才能够不要受到伤害 因为人是小小的威力的分子 怎么抵得过大宇宙磁场的冲击 所以说师父希望我们每位法师 再引导学生入门 或者是甚至你进入了正习班 每位法师跟师父都不互相 就怕你不学 不怕你学 所以说会如是我闻的 一一的让我们的这些信众学员 大家知道自己的未来 用易经占卜让你得到更好的方向 所以现在我们岗山道场元旅法师 是在我们的道场是住持 在12月9号礼拜六的晚上 7点到10点 你一个礼拜给自己3个小时的时间 你得到了无限大的智慧 所以报名的电话请你要把握 07621-4385 07621-4385 在这里我想请问一下元旅法师 有很多人就觉得说学习易经很困难 困难的原因就是说可能他们去翻了书局的书 可能去看了某些天方夜谭的这些文学艺 我们的易经跟一般的易经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违经圣教大直大悲 无量寿庙庙之圣 归族先是王财老子所传的庙法 那个易经风雪是实用性的 现在性的 当下性的 他不是在炒冷饭 他直接能够将你的问题能够找出来 不是在外面的书局所看的那个学术用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生活上就是很重要的 用实际上才能够保护平安 不是写一个理论 理论怎么用不到 用不上也是没有什么效果 是的 所以我们这两年当中 一定要尊教老祖师律所开示的 实用性的来介绍给大家 大家一定会非常受益 是是 所以在我们元旅法师这一次的开课 岗山道场就是初级十二班的课程 当然在湖内道场也有其他的课程 可以说教学的经验是非常的丰富 他会把在为信众服务的这些的案例 还有平常可能会带学员去参观一下 我们实际的教学 这些的案例呢 增加学员可以对易经风水有更多不同的这种领悟吧 对 有时候在课堂上 我们当然会用图片 或者是文字 甚至我们的相片来介绍 是 必要是我们到外面去印心思也好 或者是说比较特殊的案例 我们要实际上 原来是这样子 我们在上课上 就直接把它融合在一起 以后我们看这个疫情风水 看卦也好 看我们的风水也好 就能够更深层的认识 你认识了以后 自己就能够保护自己 不伤害到别人 近来说有时候遇到一些 比较困难的也可以帮助他 是 所以 雅琪师姐 跟我们的原理法师是一样的 我们都是从初期半开始学习起的 但是当然原理法师跟师父已经有30年的时间了 那可以在这里邀请大家来学易经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 大家来学易经 做人处事可安心 大家来学易经 身体健康欣然非常的重要 而且我们大家来学易经 学习疫情风水 对我们的修行道上可见性 最后我们大家来学易经 国家社会见太平 非常欢迎大家摆忙之中 把你抽一点时间来学修来修行 我相信我们对我们的事业 对我们的家庭是事半功倍 祝福所有的我们的身心健康 平安顺利 阿弥陀佛 是 所以12月9号不要忘记了 礼拜六的晚上7点到10点 报名的电话请你赶快打076214385 076214385 大家学易经 大人小孩皆聪明 我们祝福原理法师开课 各位学院妈妈妈祝福你 感恩 祝大家祝贺阿弥陀佛 谢谢收看大家来学易经 included